蓝衣男子嘴里叼着烟 骑着机车却没有佩戴安全帽 刻意停在澎湖南海游客中心出口前 回头对着镜头嬉皮笑脸 等到朋友一声令下 男子油门一催快速冲进2号出口 一路完全没有减速 直接穿越游客中心从1号出口离开 在一旁围观的友人似乎觉得很有趣 还忍不住发出笑声 看到那个年轻人 哇那个没有戴安全帽 这样很危险耶 因为我们这边游客很多 而且要出去的时候 又差点都撞到游客 不是这样子在出风头啦 目击民众表示这样的行为真的很夸张 尤其当下男子要离开的时候 还差点撞到人 最夸张的是仔细看画面之后发现 澎湖南海游客中心内 不只有民众在走来走去 甚至有小朋友也在里面跑跑跳跳 很危险 都是人员进出的地方 这样子进来 人突然从旁边走出来 被撞到 这样子受伤也是我们就很危险 战至暑假期间 澎湖总是吸引不少游客 前往参与花火节等活动 尽管是炎热的大白天 澎湖南海游客中心前 还是充满着络绎不绝的人潮 但是澎湖人也很无奈 为什么每年游客涌入游玩 总是会有乱象出现 管理处于收到这段影片之后 也会研议依据发展观望条例 第64条的规定 处新台币五圈岩以上 十万岩以下 将以社会秩序维护法 第68条第二款财法 男子不仅做出危险举动 事后还把影片po在公开的社群平台 让澎湖人都相当愤怒 这样自以为有趣的违规行为 不只引来一片踏伐 还得吃上罚单 男子最多恐怕被罚 十一万两千元的罚还 东森新闻董志兵黄俊人 刘冠奇澎湖报导